在那于90-00后女艺人里 刘雨昕的时尚资源可以说是断层领先 截止目前 她是这个年龄段上升高定数量最多的艺人 一共14个品牌 32套高定 随着她巡回演唱会的进行 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刷新 时髦的中性气质 加上唱跳爱豆属性 让她成为了迪奥的心境宠儿 2020年她跟迪奥开始接触合作 一年后就成为了品牌大使 最近她在广州和成都的两场演唱会上 迪奥为她特别定制了 红白黑六套军装风格造型 军委创意总监Maria亲自操刀 前后筹备了四个月时间 这几套造型非常符合她的独特气质 传递了女性也可以做自己歧视的品牌精神 也看出了迪奥对这位品牌大使 首场演唱会的大力支持 她也成为了亚洲首位个人演唱会 上升迪奥特别定制的艺人 还受邀出席迪奥巴黎时装周大秀时 展现了超强的海外人气 时装周期间 单一平台就创造了2300万美元的媒体价值 排名第一位 竟然三次拍摄迪奥全球企划 分别为香水珠宝护肤线拍摄宣传广告 可见多受迪奥的认可与喜爱了 在迪奥的推风下 首次解锁五大女刊封面 就空降时尚COSMO 30周年刊封面 一刊双风 以梦为骂的主题策划也十分用心 这本杂志销售量突破了300万 成为了五大杂志销量断层第一 6月受到LUNH总部邀请出任 秦江大使并担任颁奖嘉宾 是亚洲首位获辞殊荣的艺人 这些都让他成为了九五后时尚领域的零头羊